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陶瓷砖制成 即使在世界建筑材料市场中 房屋第一层和第二层墙壁的材料也是专有的 这是一辆来自西伯利亚雪松的马车 每个原木的年龄在五个到六个世纪之间变化 这些树木甚至在沙皇伊凡雷帝的统治下生长 房屋墙壁上原木的平均高度达到600毫米 所有的木质事件均由珍贵木材制成 楼梯栏杆和门油项目制成 天花板上贴有装饰有艺术丙锡酸化的雪松板 下面是项目项目地板 装有防弹玻璃的全景两式双层玻璃窗 是由坚固的落叶松制成的 在房屋的内部有使用艺术锻造和青铜铸造的解决方案 温室的墙壁都用物化石装饰 所有家具配件 水暖 陶瓷意大利和西班牙制造 陶瓷下面是温水地板 壁炉和德国制造的所有裁暖散热器 房屋和浴室的屋顶以及所有的盐槽 盐槽和窗户坡度均由同制成 所有抽油烟机和烟囱均由不可收缩的 Shidel防火块制成 所有电线都凹陷成一棵树 并且是不可见的 房子的内墙是由雪松制成 用天然亚麻紫油处理 在外面 墙壁竟有四层Ramors防腐计 地下室的墙壁装饰有丝绸下的装饰灰 房屋外墙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 衬有乌拉尔石板装饰 房屋所有楼层的天花板高度 至少为3公尺50公分 在带有第二盏灯的大厅中 天花板高度可达8公尺 在底楼有175平方米的厨房餐厅起居室 25平方米的办公室 炉子和12平方米的洗衣房 在一楼从房子前面的广场通往 带有大型发式锻造的前双楼梯 那里是带壁炉的客厅和SQ的冬季花园 175平方米 卧室25平方米 设有大浴室和更衣室 在第二盏灯上方位造的栏杆周围的2楼有3间大卧室 1个由灰敬制成的宽敞图书馆 1间可收藏陈列柜的军械库 更衣室和一间浴室 从主卧和儿童房 每间面积为35平方米 可以进入宽敞的全景阳台 24英五的土地面积用高高的十里扒围起来 上面有落叶松衬礼和卫造的自动门 实际上该领土有更多有用的美化区域 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梯田山高出该地块的东侧 在其肠子中有一个大酒窖 上面有用于酿酒的水罐 在成年松树的树荫下 有一个通往浴室的入口 该浴室与主体房屋一样 是用西国利亚雪松的马车建造的 浴室中有一个深1.2公尺的大字体 带有逆流和臭氧发生器 在俄罗斯的雪松蒸汽室中 雪松墙壁 宽达70厘米 固有白羊木天花板和落叶松地板 上面铺着坚实的雪松床 散发出难以想象的西国利亚花香 浴缸里的家具是杜松的 蒸汽室的炉衬有印玉 这块石头产生细碎的蒸汽 浴室夏季梁亭的装饰是一棵松树 它直接从梁亭的屋顶升起 升起 阳台附近有一个烧烤区 在大锅下设有炉灶并设有大型专业烧烤炉 浴室下方设有一个宽敞的车库 可容纳两辆大型汽车 院子和所有盲区都称有厚度为80毫米的花缸岩板 大狗围栏以洞穴的形式制成 在美丽的花园草坪上有18颗果树生长并结出果实 有李子、樱桃、樱桃、苹果树、梨以及观赏灌木和水果灌木 此外,该地区约有30颗松树和葱树、通讯22千瓦电 由容量为70千瓦的燃气波炉供热中央供水和自由水井 水质优良污水为TOPAS10 房屋周围排水 通过27个高分辨率摄像机进行有线互联网和视频监控 蜂窝和移动互联网的水平非常好 全年都有博游路直达现场 距房屋仅5分钟的步行路程,便有一个巨大的Tommy Linsky森林公园 而距房屋仅1分钟的是Vick Hotel Chastity彩石场 这个清澈的蓝色池塘是以前的沙坑 这里的水很清澈 海岸河水的入口都是沙址的距离学校 幼儿园、购物和休闲设施的整个城市基础设施都只有很短的车程 这座美丽的房子坐落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安静地方 同时靠近所有城市设施 不要为明天推迟您的生活 今天给我打电话 我很乐意向您展示这座房子 今天 я с радостью покажу вам этот до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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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